近日张兰在直播间被问到捐款的事情 张兰表示 马六季已经捐赠了1300箱食品 发往河北卓州 此外张兰还表示 如果企业把人做好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豆腐渣工程 减少很多灾害的发生 有网友吐槽 张兰加大业大 怎么才捐1300箱食品 然而赛区现在最缺的就是物资 捐助食品是在解决燃眉之急 值得一提的是 河北水灾几天前 汪小飞刚资助